好 我们今次这个主题就是帮人睡得更加好 有两个部份 一个部份就是帮助非基督徒 即是有些非基督徒他们睡觉睡得不好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福音性查经 然后如果是基督徒 基督徒都有很多睡得不好的话 我们怎样用这些经文来帮助他 靠着耶稣睡得更加好呢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睡觉 因为睡觉对我们身体非常重要 不过现在就不要睡觉了 当年了 好 诗篇127篇第二节我们一起读 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揭 吃牢碌得爱的烦 本事枉延 唯有由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这里的意思是讲到我们做工 牢碌 其实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意思 不是说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不过这些事都要过去 就是我们每天都吃饭 每天都做工 由我们赚到钱可以吃饭 但是这些一切都过去 以后讲到有由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就是神可以有这个能力 祂爱的 那哪些人是祂爱的呢 其实每个人都 神都爱的 但是圣经很明显讲到 爱祂的人会经历到神的爱 我要解释一点 神爱世人 个个都被爱 和基督徒个个都被爱的 但是经历神的爱 和被神所爱是两回事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个个都被神所爱 个个都是神所爱的 但是神的爱经历到 不是个基督徒经历到的 有些基督徒因为他烦恼 有罪 有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他有各种困难 或者是罪 和人相处有问题 他真的经历不到神的爱 因为他太多罪 难阻止了 他也不懂得祈祷 就是有些人不懂得祈祷 亲吟神 打开个心门 让耶稣大大的祝福 于是他的生命里面就有些破口 就不懂得开放 让圣灵临着他身上 就是没有什么信心 也不懂得用灵开放 这样他就经历不到神的祝福 他也睡觉睡得不好了 就是因为他和人吵架 不开心 这个都是他一个困难 耶稣所亲爱 这里讲到就是 因为他下文讲到安然睡觉 是指到耶稣喜爱的人 这个人他真是爱神 神喜爱他 就叫他安然睡觉 睡得更加好的 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大的礼物 好 应该我们会思想一下 有些什么困难了 为什么有些人睡觉这么困难呢 我们去看一下 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 烦恼苦丹重担的人 一起读一下 烦恼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父我的厄和我的阳识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厄是容易的 我的淡子是轻散的 好 这个时候我问一下大家 这里有两次讲到安息 那有没有人想形容一下 讲一下这两种安息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你愿意回答可以举手一下 有谁想回答 这两个安息有什么分别 在经文可以看到的了 第一个安息就是 烦恼苦丹重担的人 就是所有人来到耶稣面前 就立即可以有心灵平静安息 而另一个安息的对象 而第二个安息的对象就是 你们当父我的厄 就是父神的厄的人 学耶稣的样式的人 就是与神同工的人 那那个安息就是 学了耶稣的柔和谦卑 与神同工的安息 那那个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种是即时得到那个安息 第二个是深远一点 长一点的 OK 好 有什么情况之下得到第一种安息 什么情况得到第二种安息呢 那个 你说深远长一点 根据经文 就是用经文去解释 就可以解释到的了 第一就是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得到 圣经讲的 在这个经文讲的 什么情况得到 和这个安息和第一种安息有什么分别 第一种安息是 无负担重担的时候 我一来到神面前 就会卸下重担 就是那个重担可能是 你很忧欲啊 很辛苦啊 那来到神面前就即时得到那个安息 第二个安息呢 那个情况就是 我同神同工有学神那种柔和谦卑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会有个安息在那里 例如是 我去释放 释放的时候呢 我就不靠着自己的力 可能靠自己的力的时候很血气的 和人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可能自己 就是可能 to controlling 太过控制人 太过想人家跟我那种 那其实是得不到安息 但是如果我在事后的时候 我跟着耶稣那种 柔和谦卑的时候呢 那就轻省了 好 非常好啊 那其实经文已经可以看到答案的 第一种呢 其实就是 有烦恼找耶稣那种 求耶稣帮助那种 求耶稣释放那种 就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愿意付出那种 那种 就是我用一个很简洁的字眼 来能够出那个分别 第一种就是呢 就是求助那些 你找耶稣呢 耶稣就会给你安息了 第二种呢 就是他肯付出代价的 那就是付耶稣的握 因为握就好像 在一个牛 放在一个牛的脚头和脚那里的 一个 就是一块木 那块木 那块木不是一条木 那样的去整整个形状 和那个牛的颈和脚头是配合的 那你就用来拖那些泥 那所以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和耶稣一起工作 侍奉 一起侍奉 还有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学他的样式 学他的样式 就是不是生一些胡桑那意思 是学耶稣的生命 学耶稣的生命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愿意 和耶稣齐侍奉 和学耶稣生命的人呢 他的分别呢 和第一种安息的分别 在这里加 明显加的就是 心里必得享安息 那在圆文圣经呢 就说到在他的灵魂里面 在他的灵魂里面呢 就能够得到安息 那所以这个第二个安息 是很明显的 是深度的安息 是一个呢 更加深入的安息 那和我们今天主题 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这样 因为今天讲到睡觉嘛 很多人 为什么睡不到呢 因为太多烦恼 太多重担 那耶稣这里就说 他说我骗是容易 我淡只是轻省 他说侍奉神是容易的 我淡只是轻省 你赴我淡只是轻省 我会给力量给你 不过有些人又不是很赞成的 我昨天呢 刚刚我们的同学会聚餐 那他坐在我旁边呢 因为其实他认识我们的 他约过我和太太呢 他去他教会那里 就拍那些小雀的照片 就是讲我们拍小雀的经历 那我们就讲 当然讲神的工作 神的创造的奇妙 也都鼓励他们爱主 那他昨天来到呢 他就找我一起坐 一起坐的时候呢 他就讲出他们呢 教会里面呢 有个就是 一个牧师呢 就很大压力的 很大压力呢 那他就讲到呢 试过有一次开小组呢 他都哭出来 那也都有一个执事呢 就说 很多人被很多要求在他身上 很多压力 所以呢 他那种压力呢 積聚太多了 所以呢 他的心里面很重的 淡只是 好了 有些侍奉人缘是这样的 我以前都试过是这样的 很大压力 因为有些人呢 给我很强的压力 很多要求 很多批评 那为什么耶稣说 我的骗是容易 我淡只是轻散呢 好像 好像是一个矛盾 有没有人可以答我 到底 这个是不是一个矛盾 怎样解释到 他的骗是容易 淡只是轻散呢 有没有人想回答呢 会不会是 当我们做的那些事呢 是神呼召我们的 那些工作呢 而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或者自己想做那些的 那如果是前者 是神呼召那些呢 学耶稣怎样做呢 有神同在去做呢 就会轻散的 相反那些 自己想做什麽就做什麽呢 即是很个人主义去做呢 用了自己的方法呢 那可能就会很重 OK 好 你讲到就是 用神的方法去做 是会轻散的 这个是真的 是真的 那我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什麽呢 有时那些压力 是人家加在他身上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怎样可以用这个经文 帮助自己 有人的压力 都不受影响 因为很多人睡觉 就因为有压力 所以睡不到 我们怎样能够 心灵里面都轻散平安呢 有没有人想回答 即是 怎样是可以 有人攻击 伤害 批评的时候 都依然呢 是 心里面得享安息 并且就说 我骗是容易 我淡只是轻散的 如果一个侍奉人言 他真的说 我骗是容易 我淡只是轻散的 那些人就说 哇 这个人真的很轻松 但是有些人说 哇 不容易啊 很重淡子啊 那我现在问一下大家 怎样可以 做到这一点呢 当有人去批判 攻击的时候 怎样可以能够 心里面得享安息呢 其实这两句说话 一个就是 负耶稣的压 负耶稣的意思呢 就是做耶稣 吩咐我们做的事 其实就是对弟兄所说的 就是不是我们想做什么 是耶稣叫我们做什么 就是耶稣的压 因为有时呢 人们就觉得 教会是我的 我要负责任 我要 当然我们负责任 但是负责任 负责任 负责到什么程度呢 就背着很重呢 那这个就不是耶稣想的 我们用这个方式的 就是说我做应该做的事 那我就知道神会照顾 神会 神会 神一定会保守的 会祝福的 那我们就用耶稣的方式 去做耶稣的事奉 是耶稣的事奉 那第二句说话呢 就是一个锁匙 学我的样式 那耶稣 怎样学耶稣的样式呢 在约翰福里面讲到 他说耶稣不将自己交托给人 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 那什么意思呢 有很多人呢 他会将自己交托给人 就是和人合作 和人合作不是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他的事奉 和他的前路呢 是会和人合作来制造一个前路 但是耶稣说 他不将自己交托给人 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 那就是他知道人的心里 都是心里所存的 都是很多的罪恶 所以他不会将自己交托给人 只是交托给神 那所以耶稣就会 人的问题是不要紧要的 就是譬如他讲到 周时的法律作人都坐在那里听到 不过就经常都批评的 他就不介意 因为他知道有耶稣帮助我 我必不具怕 人能把我这样 他根本完全不怕 就算他被审的时候 比拉多说 你知道我有权式放你 为什么你不回答我 你记不记得耶稣怎么回答 如果不是从上头给你的权兵 你是没有被审我 就是他整 是的 非常好 如果不是上头刺给你 你就毫无权兵扮我 很简单的说话 就是说他被审的时候 他都知道是神容许他 容许比拉多审他 所以比拉多才能够审他 所以最终的权兵在神的手中 所以耶稣去十字架是平安的 但是你说为什么他前一晚这么有伤呢 几乎要死呢 因为他要面对不是比拉多 他要面对神的愤怒 神的全面性的愤怒 是他在十字架上要面对 这个是在他来说 是最难最难面对 因为他要承担全世界的罪和咒作 所有的罪所有的咒作落在耶稣身上 是不容易担的 他要面对神的愤怒 神的烈怒在他身上 所以他说 我的神在十字架上 他说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就是他呢 为什么神啊你离弃我呢 就是他知道 就是他在当时面对神的愤怒 那么耶稣呢 当他处理了这件事之后 他是不怕的 他在十字架的路上 那些妇女一直在哭 他说你不要为我哭 你为你自己和你的儿女哭 因为神要很大的懲罚这个地方 所以他说你不用为我哭 就是学耶稣的样式 一切在神的手中 这件事我可以告诉大家 是二学难征 为什么很多人睡觉睡不到呢 因为在睡觉的时候 一直在想着那些人怎样衰啊 那些人怎样说不好的说话 做不好的东西啊 心里面就很受伤了 一种是受伤 第二种呢 加起来激气 只是受伤就是一种 做激气 憤怒 有没有搞错啊 甚至你会批评神啊 神如果你是公义的 为什么你会容许那些人做这些东西 这个答案很简单 神是公义 但是神都容许彼拉当去钉耶稣 容许犹太人钉耶稣 所以钉耶稣不代表神不爱 世人也都不代表神不爱耶稣 神是他有他的奇妙计划 奇妙的方法 所以就算我们受迫伯 就算我们几受苦啊 有一天我们真的要被人抓去坐牢 甚至判死刑了 我都说不要紧 我深信神的大恩大爱 我负的厄是容易的 我死都不要紧 因为耶稣要我同在 耶稣做了 负责了 所以我死的时候呢 就算被人打 被人认罚 但是耶稣和我一起承担 我已经有这种的心态准备的 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要受迫伯 甚至被杀呢 我都会说耶稣和我一起 耶稣加力给我 耶稣陪叛我 所以我的厄是容易 而我的厄是轻省的 我都希望大家有这种心 当你在这种心态呢 你睡觉是会容易很多的 我和我太太都是很快睡着的 虽然以我年纪七十一岁 我晚上会醒的有时 但是都是很快睡着 有时睡不着 我就起床祈祷了 一段时间 睡回上床 我又睡回了 多谢天父给我这个礼物 这个礼物 我太太更厉害 我和她说话说完一句 接着说下一句 又没有反应了 又睡了一家 哈哈哈 即是她快到 不够一分钟 有时 有时很厉害很厉害 她给我的礼物 好了 那我们今天想讲的是有什么关系 和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再看这些经文 我们会看看和非基督徒和基督徒 可以怎样去讲这个主题 那其实呢 最好当然我们就可以记得这些经文 你看回这个群组以往的经文 我都讲给大家 你可以开一个群组 和一个朋友开一个群组 跟着你把它关掉 你这个群组就可以用来储物 储存所有的资料 就是你譬如和某一个人 你真的找不到人 你找我都可以的 你和我开一个群组 你说明我会关掉你的 跟着你关掉我了 那你就可以把任何的信息 copy了 传下去 那你就储存了一些你需要的 那你可以开几个群组 比如这个就是 呼音性查经的群组 那你就把那些经文 只是经文放下去 那你就容易找回了 那这些经文你都可以大家去用的 那有另一个经文 那我们一起读 那有另一个经文 那我们一起读 就是说到做労苦工作的人 他无论吃多吃少都睡得香甜 就是一个人做很多工作 而附足人他的丰满 因为他很多钱 就不容他睡觉 那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他有钱的头 整天担心他的钱 第二他附足就不用做工 不用做工 那他就变成了 没有那么多努力 他是没有那么容易睡觉的 那如果大家没有那么多努力 就可以做一下这些运动 就像这里那样 这几个图 就赞美粗 尤其在太阳之下运动 是很有益处的 下面一个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这个就是 菲特拿 网球冠军 很多年的 不过已经刚刚退休了 那他就 真是拿了很多 无数的冠军 那很多运动 现在他很轻松的 打球很轻松的 就是一个运动的人 心态是会更加开心的 好了 那我现在讲一下 呼音性查经的讨论问题 如果呼音性查经 你睡得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影响你睡觉 有什么方法帮你睡觉 当然我们不用三条问题 先问一条 你睡得好不好 他可能已经回答了 哎呀 很难睡觉 哎呀 整天醒了 可能他会说他的睡觉问题 那我们首先是 回应他的感受先 回应他的情况 那就是很辛苦 会担心睡不到 又会没有精神 这样 那我们听到就回应他了 也都了解一下 有什么影响你 是不是有些人伤害你 有些人跟你关系不好 所以令到你睡不好 或者你身体有问题 所以睡不好 这样 那就 其实我们怎样回应 我之前讲过 回应 就是我们带这个呼音性查经 就不是代表 我问第一条问题 我就问第二条问题 是根据那个人的回应 所以大家小组的时候 你谈的时候都是这样 那个人说 我很多烦恼 那你就不是下一条了 尋开下一条问题 就问他有什么烦恼 他说烦恼 你问他有什么烦恼 你有试过用什么方法处理 有没有效 那譬如他 问什么烦恼 他会说出来 那看他的情况 譬如他很严重 那些烦恼很严重 他又哭 那知道他很忧伤 那你一定回应他的感受先 那然后呢 就跟他谈 回应他 关心他 那你想不想能够睡得好啊 心灵轻松一点 他说想不过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或者他想又试过 不同方法都不行 那我们就可以说 你想不想我给一些提议你啊 那也都可以说 你想不想知道 神怎么样令到人睡得好呢 那神令到人睡得好 我们可以用马太福音室 在一章28到30节那里讲了 就是怎么样呢 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他那里呢 他就叫我安息了 那就是说 我有什么烦恼都好 神是全能的 祂是充满爱的 因为耶稣柔和谦卑 祂很关心我们的 所以呢 我们将担子交给祂 那有些人说 耶稣是真的吗 那我们可以回答祂了 真的很多证据证明神是真 和我都经历到神很多祝福 神真的和我一起 我真的呢 睡觉睡得更加好的 我相信耶稣之后 睡觉睡得更加好的 那就去回应祂了 那你都想不想有这个经历呢 当然有些不信耶稣的人 有时你和祂说很多 他都不肯信 不过有些人呢 他因为睡觉的问题 他都有兴趣 那你想不想知道 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你睡得更加好呢 那这里呢 下面那个第三点呢 等一下我先说 有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去和人说的 神所亲爱的 神叫他安然睡觉 那就是我们的经文 就是神在第一个经文那里讲到 有耶和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那你想不想成为神所亲爱的呢 那你能够安然睡觉呢 那我们就可以和祂解释了 我们信靠耶稣 上一次我们讲到一个盼望他持爱的人呢 神都喜爱的 所以想耶稣祝福你 想耶稣的爱临到你身上 你想耶稣帮助你 你呼求耶稣 亲近耶稣耶稣都欢喜的 那你又遵从他又爱他 神又欢喜的 这些当我们跟从神的路 神就开始信教他 尋求他 神就喜欢了 盼望他持爱又喜欢了 我们爱神 传人呼音 神就喜欢了 你跟从神 神就喜欢了 那我们就告诉他 当你爱神的时候 神就说你预备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 那你现在其中一样 你就会睡得更加好 那就是会帮助他 看到怎样的方法 这个就是方法 那你都可以问他 那什么重担 你想不知道耶稣 怎样除掉你的重担 这个可能会进入 辅导都未定的 就是这个 福音圣查经的方式 那重担 我们都讲过好几次的了 对吧 譬如说 被人击了 那我们可以引导他 这个我们一会儿的时候 你看那个情况 就是看那个讨论 回应的情况 那不是一定 每一样东西 我们都讲完的 那譬如有人说 有些人击我 有些人伤害我 有些人伤害我 那我们可以问他了 这些人 是不是都有长的时间 都伤害你呢 他们有没有改变呢 他对其他人又怎么样呢 那如果他都是伤害人的 就是他是一个 圣经所说的一个罪人 世人都犯了罪 他是 这个世人都是很多的罪 那既然他整天都犯罪 我需要不需要 背他的重担呢 他 我需要不需要拿屎上身 他不好 我需要不需要 背着他的重担呢 那我可不可以接受 其实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于是我不用介意了 有三点 我们之前讲过 第一点 我深信 人都是罪人 第二 我学 处理我的内心世界 我不给他影响 第三 我怎样跟他相处 我怎样跟他沟通 減轻这个问题 那这个是没有一个方法的 没有一个规定的方法 有不同的方法 怎样处理人的问题 就是基本上就是 诗篇118篇第六节 有耶和帮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样呢 我希望大家都记得这些经文 我都讲过很多次的 有耶和帮助我 神帮我 神是会帮爱他的人的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样呢 当我们不怕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睡觉 那我自己都承认 我试过一次 被人严重的伤害 那我背夜醒了 我发觉我心硬着 我日头我已经宣告 深信 神一定爱我 我祝福我 那人拿不到我的恩典的 我不用受影响 我日头已经可以 赞美神喜乐 但我睡觉睡到半夜 发觉我心又压住 那我又再处理 因为思想处理了 不代表情绪处理了 情绪还是需要处理的 但我到第二晚就没事了 就睡觉睡得好 第一晚被人压住 我思想处理了 但是情绪还未处理完 还在里面有些压住 那这个就是潜意识 那我们就尽快把它清理 不过有些人就不是 这些常识 我们都可以用来和人讨论 有些人的潜意识 是每日积聚不好的东西 今天被人骂完 又记住 明天被人骂完 又记住 明天自己失败又记住 每天不好的东西 每天一天搭买搭买 哇 受不了了 是很辛苦的 真的有些人的生活是这样的 如果有个人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帮他逐样化解 未必一下子全部化解 就化解一些重要的人 但是有时有些人 思想上可能些少明白 但做是很难做 那这件事我们就需要带着他 好了这个人 其实他很惨的 他要接受神的审判 其实他很惨 他比你更惨的 那你可不可以想到他这么凄凉 我们有耶稣祝福 你可不可以祝福他 为他祈祷 遥祝他 带着他去遥祝他 就可以能够放手 好了 那我可能大家觉得 哇 怎样回答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答 这是要积聚的经验 为什麽呢 我们全方向也是 没有一套全方向的方法 那你学完之后 跟着你照着他句句讲 就会搞定的 是没有的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问题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要问的东西 所以我一定是学习 根据他的情况回应 但是呢 回应得不够完美不紧要 这一点很紧要 回应得不够完美不紧要 总之我尝试去回应就可以了 那我进步慢慢进步就可以了 那就自己没有更大的压力 然后呢就是在《传道书》那里 讲到牢牢的人睡得香甜 那你怎样可以睡得更加好呢 就是这里讲到牢牢 就是做工 如果我们做工 或者是运动 运动呢 人更加会容易睡到觉了 那这个都是可以一个提议的 或者是好的食物 还有太阳 我们身体很多东西都是受太阳阳光影响的 我们有阳光 但是不是晒到焦晒那种 就是有适当的阳光呢 是对我们身体上很重要的 以及适合的食物 那建立灵命了 有些基督徒呢 他是想爱主想尊重人 不过他睡觉都是睡得不好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去帮助他了 你睡得好不好有什么影响你 有什么方法帮到你 你觉不觉得神爱你 有很多基督徒不相信神爱他 那大家呢 应该你练习 你可以选择和基督徒 他说非基督徒 真的有些基督徒不相信神爱他 那我们可以怎么知道呢 之前我们讲过了 有什么可以让人知道神 那么爱呢 神创造 你一听创造几好 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你喜不喜欢吃啊 你吃的东西 觉不觉得悲哀呢 如果你妈妈做些好吃的东西 你会不会觉得悲哀呢 现在神做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你最喜欢吃什么呢 他喜欢吃的东西 你看看那些味真的很特别 其实我们现在吃的那些味道 已经跟原来很不同了 我很多年之前去哈威尔的 那时我吃的菠萝 那时是什么时候呢 七七年 是我之后未吃过那么好吃的 真的我记得很好吃 那种甜真的很特别的 但我之后未试过吃过 第一是在哈威尔那里种的菠萝 就很美 第二是现在的物种改变 环境改变 其实菠萝有它那些很美的味道 芒果也很喜欢的 荔枝也很喜欢 那种质感那种味道 这些是神的爱的表达 或者基督徒经历到圣灵的感动 提醒这些都是神的爱的表达 那我们又可以问他安息 我们先问过了 两种安息有什么不同呢 那圣经也都讲到 牢狠的人可以睡得好 附足的人就不容他睡觉 那怎么可以睡得更加好 怎样有些适当的运动 也都不要背着那么多单子 整天挂着那些钱那些东西 其实有些人整天投资股票 哇 真是很难 每天都看着那些股票升得高 哎呀 早知道早点放啦 哎呀 早点买啦 真是很大压力的 还有怎么祈祷处理生命 可以帮助你睡得更加好呢 这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 大家都学过就是说 心灵爱慕神感激神享受神 那你可以用我的祈祷录音 大家知道在热牧师的YouTube 有一个祈祷录音的播放清单 那些祈祷录音大家可以跟着 亦都可以放在你的手机 跟着你就带那个朋友去这样祈祷 去帮助 去经历生命 那他更加平安 轻松了 OK 好 那我们就一会分组的时候 就是这样做法 有没有人有问题呀 即是说 基本上是这样的 全福音永远没有一个一套的方法 是搞定了所有在一起 我们可以用这几个经文去带起他的思想 去了解原来真是耶稣是帮到人睡觉 基督徒睡觉那个好的程度 和情绪好的程度 是通常比非基督徒好的 不过都有些基督徒是睡得不好 和情绪不好的 因为他们不懂得处理 但是懂得处理的基督徒 是的而且是睡得更加好 情绪更加好的 那这个首先我们学到 接着我们就可以帮助别人 OK 好 那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祝福我们 那其中一件事呢 你想睡觉呢 祈祷你就不要那么激 我现在试着带大家睡觉祈祷 我不是想大家睡觉 不过呢 给大家明白 怎样 你睡觉之前 祈祷是怎样 黑了眼 哦 其实我如果我睡觉之前 想睡觉祈祷 我就不会讲的 我有个心而已 不过我现在可以讲的 多谢耶稣 耶稣跟我一起 耶稣真好啊 主耶稣陪着我 主耶稣爱着我 耶稣在那掃着我 耶稣抱着我 主耶稣真奇艺 主耶稣真爱我 有耶稣万事足 有耶稣我不用受人影响 有耶稣我就整个生命都被提升 感谢主 我可以轻松开心快活 所有的重担都放下了 求主帮我们放下人的烦恼 所有伤害我们的人 其实他们心里面都很多怒嘲 很多激气 其实他们有他们的问题 他们都是很惨的 我们不需要介意 因为他们都是没罪 罪中被罪影响 我们不需要介意他们的伤害 我们就放手 有耶稣帮助我 我必不具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求主将平安赐给我 多谢天父 责灭天父 感谢耶稣 耶稣和我们一起 耶稣陪伴我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圣命 阿姆哈利路亚 希望大家都学习这种平安的祷告 轻轻松松的祷告 多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